蒋院长接着在8点55分转往中国钢铁公司,首先听取了中钢总经理赵耀东的简报,然后以40分钟的时间坐车环绕了厂区一周,并且在中钢原料码头前下车,查看了工程的进度,对将来炼钢原料进口和建厂情形垂循的很详细。 赵总经理在报告中指出,中钢将来所需的矿砂主要从澳洲进口,其他像南非跟东南亚一带也有少量的进口。 至于建厂的工程,目前已经完成了51.2%,比预定的目标超前了0.28%,而主要的钢板工厂将在明年初开始生产。 蒋院长对中钢建厂顺利表示满意。 蒋院长接着又在10点35分到达经济部高雄加工出口区,在行政大楼的广场前,蒋院长受到了参加工读女学生的热情的包围。 大家高呼蒋院长好,区内的员工们也都热烈的鼓掌,欢迎蒋院长历临。蒋院长也很高兴地跟员工们一起摄影留念。 蒋院长